你好,我是曼尼泰开拉萨南达 我的师傅尼夏南达大师是印度教神 施波神的转世是在沙凡达 昨天大师用更好的科学来形容印度教 大师说印度教无非就是在人生当中 所有一切的层面上更好的科学 包括是比如说宇宙的科学 所有的星象,地理物理化学,生物 所有的这些科技知识 甚至包括我们的人生 从医疗到家庭关系到社会关系到治法到经济运转 所有的这一切呢 印度教都是更加好的科学 所以呢大师讲这句话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贴切 这确实是印度教的现实 很多人对宗教的理解呢 就是它是一个只是跟灵性相关的一个体系 但事实上的印度教呢就是一个生活方式 而且呢在生活方式这个基础之上呢 有所有的和人类生活 我们的人生所有的一切相关的知识的体系 而且是最最好的揭示 是从Parmashiva也就是宇宙意识园那揭示给我们的所有的真理 所以呢印度教呢就是一个大的百科全数 它就是所有一切问题的答案 不管你有什么样的问题 这也是让我觉得 从一个在我接触到印度教之前 从一个反对宗教 到一个抱着好奇心 要来看一看的这个态度 到最后最终的臣服 因为在接触到大师教学的时候 其实那个时候的我并不是完全能够接受 为什么大师要用宗教的这个形式 或者这个名号来讲 他所讲的所有这一切宇宙法则 也就是说我是完全接受他讲的所有的有关人生和 不管是灵性啊 还是人的人之常情情感啊 人际关系啊 或者是我们的甚至是金钱关系啊 社会关系 还有他接受所有的宇宙的这些伟大的法则 这些我都是知道是宇宙的真理 但是当时没有办法直接的理解 为什么是一个宗教的形式出现的 因为我觉得他讲的就是科学 然后宗教对我当时的理解来讲的 就只是就是宗教这样 它是和人生的主流是 就柴米油盐是分离的 但是呢 就是因为大师对大师的信任 然后让我把自己的内心对印度教敞开 才真正的理解呢 宗教呢 其实就是给人类政务圆满的生活方式 它就是介绍宇宙所有一切真理的知识体系 这才是宗教的本质 所以呢 我之前理解的宗教呢 是非常偏执的 也是因为我们现在呢 绝大多数宗教失去了自己宗教的 这个传递宗教成为了被人类利用的政治或者是权力争执的游戏 所以呢 这才造成了现在宗教失去了它真正宗教的意义 这样 讲到这一点呢 就是希望所有同学都能够 如果你和我之前有相同的 这个偏见的对于印度教 那么现在希望大家能够知道 它事实上就是一个科学 一个最伟大的宇宙科学 一个最好的科学 这个科学呢 是建立在我们更高的 灵性的觉醒程度的基础上 去理解和接受的现实 也就是说呢 它是建立在开悟的基础上 而且它能推动你的开悟 所以呢 我希望大家都能够用这样的 正确的这个观点去看待印度教 去理解印度教 知道它不仅仅是一个灵性的科学 它也是我们人生产品油盐 甚至是家庭社会国家 所有一切的相关的 所有问题的答案 然后能够把这个开拉萨 这个电子平台呢 传递给我们身边所有的人 让所有人都能够通过 开拉萨电子平台 来接触印度教 来了解真正的地球上 最珍贵的Parma Shiva 给人类的礼物 我们这个开悟的 众物圆满的文明 人生所有一切问题的 最终极的答案 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 也希望大家都能够 报名成为我们的 开拉萨电子公民 并且呢 参加第16期的 Parma Shiva 我们大课 现在已经开始报名了 感谢大家 请下轮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栏